哈喽大家好,我是Julia小柱在洛杉矶 现在呢因为我们在美国的疫情疫情严重啊 那日常呢我们也要用很多的这个消毒产品 那免洗的酒精消毒洗手液呢是我们非常常用的 但是呢其实它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那现在我们先看一个视频后面我再给大家做演示 随身带着一只小小只的一些消毒水 消毒水,不一定是雕豆牌子,任何的牌子都会啊 因为这些呢带着消毒是非常好了 只不过是呢大家也要小心一点 小心什么呢 因为这是非常容易燃烧的哦 非常容易燃烧 我现在做一个小小的试验给大家看 好,我就倒一小滴出来 嗯,就一小滴 哎呀太多了 就一小滴就好 OK 好,然后 我这样点着它 这是我们肉眼是看不到啦 好,看不到的 好,可是你一放进去你看,马上着火了 看到了没有 你看,你看,看到了没有 看,看到了没有,马上着火了 好,所以要很小心,真的要很小心 好,放在身上,尤其是放在车里面 有些人喜欢放在那个手袋里面 你看,一直在燃烧的,看到没有 好,一直在燃烧 看到了没有,一直在燃烧的 好,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很小心 很小心 好,万一它真的 在你的车子里面燃烧起来还是怎么样 是非常危险 或者是住家也好 你看,一直在燃烧 好,这么久还是一直在燃烧着 看到了没有 好,所以肉眼是看不到了 好,可是它就一直在燃烧 看到了吗 好,一直在燃烧 看到了吗 一直在燃烧 好,所以大家使用这个 这个消毒剂的时候 要非常非常小心 好,它一直在燃烧 燃烧起来是我们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 好,好,这肉眼是完全看不到 好,你看,还在燃烧 好,所以很小心 要非常小心 好,所以大家使用这个消毒液的同时呢 也要注意这个本身的安全 好,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那现在呢 我们就按照视频里面也做一下这个实验 那现在我是选择了室外 因为担心这个在屋里面会不会引起火警响起来 日常呢 像我们经常用酒精吸收 也就是直接倒在手里面 然后搓一搓 手心手背 还有指甲 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可以来消毒 但是前一段时间因为一直在用弄得我整个手是脱皮的 就感觉非常非常皱皱巴巴 那现在呢我们拿这个酒精吸豆液剂一点点啊 就一点点就可以放在我在室外 其实这个是用来放花的 不是用来吃饭用的 我把它倒过来 然后拿这个点火器去试一试 而且旁边也是有一个原来是一个空的一个旧的碗啊 我有时候可能用来这个放一个放一些植物什么的 里面很多雨水啊 所以看起来有点脏脏的 但是它至少可以起到灭火的作用 那现在我们用点火器试一下 因为完全看不到它到底有没有火苗啊 但是可以看到它周围好像有一些升温 那现在我们把这张废的这个半张A4纸拿来试一下啊 很快就可以点着了 我们再慢放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火苗是一点点上来 然后直接就把这张纸给点燃了啊 所以说呢 真的是要注意防火 所以赶紧把它放在旁边那个雨水里面去 那现在我们看看 你还是看不到火苗啊 因为我放了一会儿了 但是已经点不着了 说明现在已经是火已经灭掉了 所以酒精洗手液呢 虽然我们出门啊 运用起来很方便啊 我有这样的一个方便装 可以挂在包包上的 像出门去超市啊 买东西的时候 随时就可以这个手上进行消毒 它是可以拆掉的 这样子如果用完了 可以往里面续一些 那每次呢 就是我用大概一半吧 就用这个大的瓶子给它refill 就是再续一些进去 但是最好不要装太满 因为装太满的话 有时候你颠来颠去 它可能会漏啊 那而且刚才我们做实验 也确实确定 它是一个非常易燃的 因为它里面有酒精的这个成分吧 所以大家一个呢 不要把它放在 像家里面挨着这个厨房啊 或者是电器啊 还有就是尽量不要把它在车里面曝晒啊 因为曝晒的话 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折射 万一也可能会造成它的这个 呃 易燃啊 所以这样子也是很危险啊 那现在我们把它灌好了之后呢 就把它套上原来的这个套装 它上面因为有一个扣子 有一个可以把它扣起来 就可以挂在 比如说包包啊 或者说是钥匙啊 或者说是哪里比较方便的地方 所以虽然现在大家居家啊 但是有一些日常的安全也是需要注意的 另外一边 好 好